我是阿布莉 一名演员 大家都叫我冬冬 我将带你一起拜访住在海外的中国人 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还是一部搞笑的娱乐片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是要去看日本最美的景色 哇 好净了 净净净净 倒霉 来到的是仙台式的松岛 松岛是日本三景之一 一直是日本人最爱的绝色美景 这里住着一个非常喜爱 这片土地的中国年轻人 他叫波库 是在仙台留学的硕士生 但是我安理过很多人过来 他们都觉得非常好 是啊 这个 我刚从福冈搬到仙台 吃的第一家店就是这家店 非常好吃 我真的吃了一个多月 量真的好大 你看这盘好大 700元 差不多700元 波库推荐的仙台最好吃的饭馆 味道到底如何呢 怎么样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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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库有一个留在中国的女友 我觉得她不化妆比化妆好吃 异地恋已经持续了三年了 波库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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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钱包里 什么都没有 只有钱 对 什么都不行 只有钱 那这个 钱也没有 钱也没有 其实 就在我们拍摄她的时候 她和女友的关系 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从东京坐新岗县 一个半小时就能到的仙台市 坐落于仙台市的东北大学 是鲁迅先生曾经学习过的学校 现在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这个教室里 接近半数的学生 都是中国留学生 今天课上学生们发表的主题是 世界各个大学的入学制度 这些学生没有 但是 那些学生的学生 15分钟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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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现在大学里的留学生变得很多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我是觉得日本本来就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很大 所以到哪都无所谓 没想到还是庭院的一个东京啊 大阪那边 那东北多好呀 不是 东北 我给你东北这边是到了七八点 就是一个就是路上走路的人都没有 就是几辆车 特别寂静 国分厅那边有钱人 哪有人啊 国分厅那边有钱人 国分厅那边有钱人 国分厅那喝酒的人 平常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主酒饿呢 对啊 其他都没有人了呀 就是可以一起乳串啊 那种 哈哈哈哈 不是那种 乳串 对对对对 虽然有同学说大城市比较好 但是 国库真的很喜欢这里 如果别人知道你在日本留学 然后他们会问你 是日本哪个大学的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说我是东北大的 他们会问 哦 但是 如果你说你是早道田的 他们会说 哦 早道田 你很屌啊 你是学霸之类的 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日本 历史往前推 这是日本当年还在战争时期 成立的第三座帝国大学 其实它是非常牛逼的一座学校 早大确实是好大学 但人家学费也很贵啊 你看 东北大学是帝国大学 是国立大学 所以学费很便宜 所以欢迎报考东北大学 比较一下平均学费 确实日本私立大学 要比国立大学贵接近一倍 博库的学费 都是靠自己打工赚来的 其实只要发挥中国人民的精神 这么小的车 什么东西装的 他今年和一个学长 一起开始了一个工作 叫 SM便利屋 只要是能帮助到中国人留学生的 他们什么都做 对 必须的 好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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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好好读书 才不至于干这种题目 好烦 搬一次家 只要2500日元 特别便宜 他说 其实这份工作的目的 不是赚钱 好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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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家最大的收获 能够认识 很多 扩大你的一个人脉圈子 认识很多中国人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 我开着车 人坐我旁边 然后我们一路聊一路聊 聊到最后就成了朋友 然后大家有什么事的话 以后可以相会有个照应 就是这样 夜晚的仙台市市中心 我每星期六 会在这里的一家水果店打工 东北大学 对于打工的留学生 会给予学费减免 国库的学费 得到了半年 270元 好烦 但是钱还要 什么 什么 这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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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多吗 外国客人多吗 外国客人骂骂别多 哦哦哦哦 你看外国客人来了 外国客人来了 外国客人来了 来来来 买点水 买点水 同学吗 对 如果他们不剪拧 不剪拧 就能够入境 等下这段肯定会被剪掉 这段会被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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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她是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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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铁楼 铁楼 铁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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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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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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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跟她合影 我们都是走了以后才意识到 就是跑来合影的 就是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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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忙于研究和打工的博客 听说 在以前打工的地方 有过身心都崩溃了的时候 这时 救了她的是 异地恋的女友 最糟糕的意思是 快下班的时候 我感觉我整个人身体发虚 然后跑到厕所去吐 吐了以后全是黑的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当时觉得很可怕 我真的怕 我靠 我这么年轻的人怎么就死在这儿了 然后当时 我跟我女朋友 就是聊这个问题 她后来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在上班之前 我看那份邮件以后 我当时就是 眼泪根本控不住 我马上就 流淌出来了 当时是 来日本唯一 哭过那么一次吧 那封邮件里 都写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 很想你 今天下雨了 雨不大 撑把伞走着正好 感觉空气也一下子清新起来 一路走过来 就想跟你说说话 以前一样 走着的那样 亲爱的 很想你 今天情人坡没有人 很孤单呢 就跟我一样 每每看到她 我就会想起 你给我那一点点火花的惊喜 真让我啼笑皆非 可还是很怀念 你还记得我当时笑的样子吗 亲爱的 我想听歌 你唱给我听好不好 亲爱的 我想吃糖葫芦 你给我买好不好 我知道你肯定会说好 一定要做到 那亲爱的 我很孤单 你回来陪陪我好不好 亲爱的 你猜我今天要去哪 说出来羡慕死你 我要去吃我男人最爱吃的麦当劳 他不在 我是一点都不会留给他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别怕 有我陪你 亲爱的 我今天很开心 笑得很惨了 就这些 写得很好 死我了 就是 你知道当时我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突然发与我这样的 突然发业 突然发业 就在我上班之前 所以其实他那一句 你回来陪陪我好不好 的时候 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控制你 他理解错了一个一点就是 对 最爱是的不是 满脑的也是肯德基吧 不是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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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销扯我受不了你 真的 是卖到了 是的 朱家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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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妹同志 对了 有一些 有一些很亲切的同志也想跟你认识一下 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非常不错的女娘 所以你看后面的摄影师大叔 打个招呼吧 对 对 对 收拾 跟她是同一个大学的 那女生大学 是万大学 哦 是吧 那这非常不错是吧 但是我也是比较喜欢我的家乡 哦 你喜欢他的什么地方 这个能播吗 我说我最喜欢他喜欢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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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最喜欢他喜欢你 我们学一学他会喜欢你吧 对啊 我也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你喜欢那个最帅的 你喜欢最帅的 我吗 这三年要留在日本的Boku 和想在中国生活的女友 其实因为将来总是在争吵 但最终还是不想分开的她们 今年九月登记结婚了 结婚后我会把女朋友接过来 如果她不适应的话 慢慢适应吧 我觉得这边还是挺好的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什么 我住在这里的理由 我在这边遇到的人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优秀 最热情 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我当然不止日是日本人或者中国人 也有什么瑞典人啊 泰国人韩国人之类 我也遇到了他们都非常好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 我觉得非常global的一个环境的话 我没有理由离开这边 我已经 我的世界的一个窗户已经被打开了 我没有理由再去把它关上 以后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在日本创业 相当于旅行之类的东西 我想去搞搞看 这个是我20岁的时候闻的一个纹身 这边是心电图 中间是英文写的fighting 所以就是说希望我在我一生中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是这个原因 是这个原因 谢谢 好 到这边剪 拜拜 我等你剪的视频 不要让我失望 只有无物的你 所有人都可以 从都到尾都是人 那鱼吧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每集都有回答问题 重大奖的活动 这集的抽奖问题是 东东雨亮术的私人假期 好 哦 啊 快点 我今晚失望 我今晚失望 这会儿孤芝 我是今晚失望 老板 说实话 我跑了这几趟 跟着你们的车后来跑 我都 很累 很累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给他给他 哎呦 哈哈 好恶心哦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幸福比广告更广告 哈哈 我直接可以把人卖给拼清补酒做广告 哈哈哈哈 详情 请查看我们的微信微博 我住在这里的里游 每周四更新 一定要订阅我们哦 你 你 要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